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百四十集 皇帝看着李承前继续说道 本也想看看承泽这孩子可有出息 然则不过一年时间 趁便看出他的心思过尾 身为帝王当有凛然之气 而他却没有 皇帝将眼睛闭上像是在图书一个遥远的故事 所以朕坚定了将江山传给你的念头 只是那些年里 你的表现实在令朕失望 榴莲花坊 夜夜升格 把自己的身子骨搞得不成人样 李承前自嘲一笑 终于缓缓开口 父皇 我那时候才十四五岁 初十人世 一心以为您要废我 夜夜惶恐 也只好与纸粉堆里寻些感觉了 有些出奇的是 皇帝听着这话并没有如何生气 反而是微笑说道 诚则太不安分 但他聪明 终于看清楚了朕心里 究竟是如何想的 可是他已经出来了 只好继续走下去 从这个方面来讲 你二哥算是身体朕心 刀或许会被磨断 但不磨 却永远不可能锋利 皇帝睁开双眼 平静地望着自己的儿子 说道 老二没有磨理你 反而将你磨顿了 恰好安芝入了京都 李承前笑了起来 想到了第一次在别院外面看见范贤石的情形 那时身为太子的他 何曾将这个侍郎之子看在眼里 谁知这位侍郎之子 最后却成为了自己的兄弟 成为了皇权继承磨炼中最坚硬的磨刀石 这两年你进步很大 皇帝叹息了一口气 缓缓说道 不知是到了年纪成熟了 还是云锐教会了你许多事 朝野上下都认可了你太子的身份 你表现得令朕也很满意 听到云锐二字 李承前的唇角不禁地愁出了两下 旋即放开心胸 以极大的勇气微微一笑 说道 您让我跟随姑母学习正事 自然有些效果 皇帝没有动怒 只是淡淡地说道 所谓正事 有疏忽二位大学士教你便好 其实你也清楚 朕让你随云锐学的 乃是全谋之术 环顾天下 再也找不到几个 比云锐更好的老师 就这样下去该有多好啊 皇帝轻声说道 还有很多东西是学不到的 但朕老了 你也应该看到了许多事情 最后的帝王心术也应该纯属 那时 朕才放心将这片江山传给你 李承前的心情有些怪异 虽然他自幼便是太子 但是父皇对自己一向是严厉有余 温情欠缺 所以才养成了自己怯懦的性子 虽说这两年来 自己的性情改了不少 但是和父皇这样相伴而作 唯一唯互数 却似乎还是第一次 按之将京都的情况 都讲给朕听了 皇帝温和说道 你的表现不错 在叛乱中的表现很得体 只是有几个问题 李承前最后一次 也太子的身份 会坐于皇帝身侧 共身求教 天下治权之争 不需要任何温情 不需要任何忌惮 贺宗伟领御使当庭抗命 你就应该当庭仗杀 皇帝的目光冷峻无比 按之说服朝中文臣 于登基大典上与你打擂台 你应该下杀手了 他看着自己的儿子 像是在教他最后一次 说道 只要有人挡在路前 只管杀死 这一点 你不如按之 皇帝接着说道 文侠中书而为大学士 还有那些文臣 你不杀只官 这能起到什么作用啊 这是京都仪式之中 你犯的最大错误 如果是云瑞亲自处理此事 而不是你和母后商议着办 或许京都早已经安定 朝堂上血洗一空 反显根本拖不到发动的事件 李成前自苦一笑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望着父皇轻声说道 父亲 您知道 我为何不忍杀那些大臣吗 不等皇帝开口 李成前悠悠说道 或许您忘了 在您有意废除之初 便是这些老大臣勇敢地站了出来 反对您的旨意 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 孩儿或许不是一个很强大的人 但是一个治安图报的人 虽然胡说二位大学士 乃是为了国作而支持孩儿 可是 我是真不忍心对他们下手啊 皇帝沉默不语 不知道是在想些什么问题 半晌后 忽然开口说道 朕决意废你之时 还有人在替你挽回 李成前一惊 玄机脑中浮现出一个画面 初始难照的路上 一直隐隐跟着使团的那方轻翻 微经开口 说道 范贤 他知道王十三郎是范贤的人 但一直不清楚范贤为什么这样做 直到皇帝此时点名 心中不禁涌起了无限复杂的情绪 他不知道自己与长公主间的私事 是被范贤一手戳破 在心里边反复砸磨着 又联想到失败之初 范贤准备着手让自己逃离皇宫 一时不由正了 皇帝微眯双眼 说道 俺只是个真人 与你一般 偶尔也有真性情 我不如他 沉默办上之后 太子长叹一口气 然后他站起身来 极其认真地对皇帝扣了一个头 苏然说道 父亲 海尔心中对你一直有怨气 今日能领父皇训事 心痛也好过多了 只是海尔临去前还有一句话 家里人已经死得够多了 还请父亲 日后对活着的这些人宽忍些 宽忍 意思自然是说皇帝以往的手段太过克力 皇帝的脸色顿时变得冷峻起来 但听到临去前这三个字 不知为何皇帝没有动怒 反而是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眼神 看着李承前 缓缓开口说道 朕 大云尼 一阵初秋的夜风 从皇城的北边灌入 沿着宫内的行郎花园 净水呼啸而过 平天几分愁意 活下来吧 朕 可以当作某些事情没有发生过 皇帝开口 说了一句让李承前无比意外的话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博奖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李承前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惨笑 他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皇帝守重看心 自己既然判过一次 那么再也无法获得对方的信任 更何况自己与姑母之间的事已然戳中对方的逆林 虽然为何 这时一片逆林始终无人知晓 一生的忧逆林始终无人知晓 李承前不会接受 身为李家的男子 杀死自己的勇气总是有的 他的目光冷静了起来 看着皇帝轻声说道 此时再来说这样的话 有什么意义呢 先前问过 史书上究竟会怎样记载这一段 如今我们是谋判的乱臣贼子 人人得耳诛之 与外敌勾结会乱朝廷 您是光彩夺目的一代君王 您什么事都没有做错 什么错都是别人的 皇帝的脸色已经恢复了平静 安静地听着李承前这些 语气漠然而生生入骨的话语 但您似乎忘了一点 不管史书上如何涂抹 但总要记得 在庆历七年初秋的这个月里边 京都死了多少人 李家死了为祖母 死了为皇后 死了为长公主 死了一位太子 一位皇子 李承前叹了口气 第一次用一种平等 甚至凌于其上的目光 望着自己不可战胜的父皇 说道 您将是史书上的千古一地 而您的身边则是如此的干净 干净的一个人都没有 那倒不会孤独吗 皇帝冷漠地看着他 没有说什么 唇角微带清晓 似乎是在表示 灵于九天之上的神奇 又怎会在意 云顶上的寂寞 与人间的热闹 然后他站起身来 走出了东宫门口 在宫门处时 信徒微微移动 从绣中取出一封信来 这封信是二皇子的遗书 先前有宫典交给他 皇帝取出那张勃勃的信纸 看着自己的二儿子 在临死之际 究竟想告诉自己什么 信纸上是两行无比潦草的字 笔墨带枯丝 显见是仓促而成 然而转折有力 如刀剑指此纸背 满是愤怒不甘之意 庆帝抛向朝廷里的 第一块磨刀石 三皇子李承泽 在最后的遗书里 对自己那位高高在上的父皇 呐喊着与太子相近的意思 只是用字却更加刺骨 更加尖刻 尤其是最后的那四个字 官寡孤独 老儿无妻 视为官 君临天下 无一人亲近视为寡 丧母独存 视为孤 老儿无子 视为独 大东山绵延京都一役 庆国皇帝 连破天下两位大宗师 有出清除 皇室内 与军中的不安分阴子 挑出 朝廷中的阴贼 一举奠定了日后 统一天下的伟大功业 这构置了数十年的大局面 一朝成为现实 毫无疑问 是庆帝此生最光彩的时光 然而 皇后死了 当年的那个女人早就死了 太后死了 陪了皇帝二十年 为她付出了青春年华的长公主也死了 太子死了 二皇子死了 所有的人都死了 只剩下了皇帝 孤零零的一个人 孤家寡人一个 庆帝冷漠地看着这封信 手指微颤 信指数数燃化为一堆白色的粉末 从他的指尖滑落 被东宫门口的秋风一吹 四处卷散 有如一场淒清的雪 他的眸子里闪过一丝隐痛 眉头皱得极紧 两个儿子临死前的话语 深深地刺入这位君王的心里 中年人病上的白发愈发的深了 眼光渐渐有些暗淡 眼角似乎有抹诗意 然而 他的身躯还是那样挺拔 坚强地纹丝不动 东宫的门再次紧紧地关闭起来 没有人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但所有人都知道 废太子里程前最后的时光 必然将在这座冷清的宫殿中度过 只是不知何时 皇宫的钟声再次响起 或是不屑响起 只是冷漠无情地看着他死亡 皇帝驱散了所有的下人 只留下反贤一个相陪 沉默地向着深夜的后宫深处行去 一路经过晨廊 经过冷宫 经过那些满满荒草 再次来到许久没有人到来的小楼前方 父子二人没有登楼 没有去看那楼中的画像 皇帝只是默然地看了那方小楼树眼 然而便毅然决然地转身而走 沿着秋草之径往无人处去 范贤沉默地跟在他的身后三步之外 内心深处一片沉重 不需要委事 是实实在在的沉重 隐隐约约 他能猜测到皇帝陛下此时的心情 接连这么多亲人死去 虽然这些亲人是他必须除掉的敌人 可是血肉之情 没有人能够摆脱呀 陛下宛若天神 可依然是凡简一人 太上方能无情 可若真是太上 何必在这世俗内挣扎奋斗啊 接连的死亡 让凡贤的心情都压抑起来 更何况是皇帝呀 再这么说 这位面容有些疲惫的中年人 他终究是一位父亲 一位兄长 一位丈夫 一位儿子 二人站在墨西的荒草之中 保持着默契的沉默 看着夜里幽静的皇宫 皇帝没有开口说话 范贤自然更加不敢开口 只是谨慎地注视着他侧面的表情 皇帝沉默许久 始终没有开口 他此时心里有很多话想对人说 但是范贤只是他的儿子 回宫吧 是 范贤应了声 面色沉重 皇帝回头恰好看到这次神情 心内微微一暗 对这个儿子的感觉 愈发的好了起来 加上太子先前说过的话语 不仅让皇帝再次陷入了沉思 沉思不过片刻 皇帝有些无力地挥了挥手 说道 若身子还是不舒服 入宫来问朕 范贤心头也惊 知道这句话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正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发现皇帝已经转身离开 回到御书房 吃了些夜宵 皇帝便有些疲惫了 范贤欲出宫 却被皇帝止住 似乎他此时 急需要有个人陪伴 又过了一阵 姚太监进来 轻声说了句什么 皇帝点点头 让范贤自行回府休息 明日再入宫一室 范贤领命而出 却在御书房的门外长廊上 听到一阵极其熟悉的声音 那是轮椅在地面上滚动的声音 他知道陛下在后面看着自己 于御书房的昏暗灯光里 他面露温和之意 对着轮椅上的那位老人 深深一拜 说道 您来了 陈平平终于回到了京都 回到了皇宫 回到了皇帝陛下的身边 就在皇帝陛下最孤独 最需要人的时候 御书房内一片安静 皇帝看着自己最忠诚的臣子 最知心的友人 最可靠的战友 闭着双眼说道 朕 把这些儿子逼得太狠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 由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